蔡耀俊問老師是 蒜頭若是收拾了是不是可以種蚊蚊 有連坐障礙 如果沒有種 是不是要做什麼樣的以後措施 這個 他們一樣 並不是說你 這個大概你把它種下去 這個種下去之後呢 那麼 翻證 這個時間 你如果把它種下去 都是可以的 但是 這個蔥子 蔥子沒過水產 這個蒜頭後面種蔥子 那麼這個是有一定的 這個壓力 因為他們這裏內包括白菌冰 這個 我們想到的這些病害 白菌冰 防衛冰 那麼 這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 所以 如果這個蒜頭起來 對這個蔥子 對這個蔥子 無論什麼蔥 那麼你在對這個蔥子的時候 都是有一定的這個難度 在這裏內 我相信應該不是說 種不起來 但是 它有一定的這個難度 那麼 所以呢 這是比較不說 很 比較不說 很建議 所以這大概是 你可惡一下 你可惡一下 這樣 所以呢 這個大概是 這種的 一個進行 這個 那麼 在目前 這種 可能 可能 一個 這個 我們說的 這個 分倉 分倉 應該就是 白倉以外 分倉應該是 算 蘇貴蔥的一個 蘇貴蔥的一個 這個 就是說 白倉比較厚 那麼吃起來會比較險 這個 這個 分倉 為什麼叫分倉 因為比較軟 殲滴 所以 很多 在市場上 大家覺得 這個東西比較好吃 所以有一種 但是 這個環境 都是一樣 你要稍微知道 一種 反正 你在你的栽培裡面 這個要 這個 分倉 一般 比較不太熱 分倉 比方說像宜蘭 在種的 三清蔥 他們的德索 德索應該都是 四季蔥一種 或是叫一分倉 這種分倉 這類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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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是 他們 在種的 那個 那個 並說 耍地 一種的 這個特性 那麼 一種 政法 比較不一樣 在 在爬 但是 一般 我們的 分倉 就是 比較 耐熱一點點 這通常是 四季蔥的一種 所以 因為 比較軟 那麼 這在 有的 在比較 恰惡 這隻 所以 有的叫 恰惡 蔥 那麼 大概 這個 說 應該是 我了解就是這樣 不知道 對不對 好 這大家 做 這個 參考 應該是 沒有什麼 太大的問題 才對 那麼 這些連作障礙 是有的 所以 我是建議 說 最好是 最好是 不要 種 這個 對後面 不要再種 這種東西 讓人沒過一個水殘 還是說 這個 政頭刀 給他 或是 給他 不然 你如果說 我就只想到 這項頭好正而已 那麼 你可能 盡量 你要把它 打得比較乾淨 就是說 這個 可以盡量 把它打得乾淨 這個 有一種 這個 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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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東西 那麼 你一定要 你要把它 砰 砰起來 把它打得很乾淨 把它打得很乾淨 它這個 基本上就 動比較不會 掉 這個問題 就會比較少一點 不然你 在冬人 沒有爐邊跟滿 這如果是熱人的時候 它就有爐邊跟滿 所以 這個 蒜頭 後面 再來 它就有爐邊跟滿 所以你的 蔥子 剛種下去 可能會叫 車到 金幻很嚴重 有時候 你會看起來 像小漲 這 大到很壞 我們都不會開筋 甚至 筋 全部幾條 有 一種 的困難 你 如果說 我就不知道要種什麼 我剛才想要種一個 你可能 尽量 你就要 只要試試看 認識不太大 要跟它經驗看看 我了解 得對的 就是說 你把它打得比較乾淨 尽量先烤起來 把它打得比較乾淨 燈好天 烤起來 蒜頭燒了 把它打一碰 烤起來 把它打得乾淨 再打得比較乾淨 這這樣起來 是不是比較好 稍微 但是這是比較不建議 蒜頭起來 還對 蒜 那麼這 我們比較不建議 這在這裡 可以給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一個 了解到 哈 嗯 好 進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